作词or 曲 李光潇 作词 李光潇 作曲 李光潇 的宝物 作曲,李光潇 我有奇幻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时装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放到 相遇了 新歌套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男子有则 今天下面怎么那么热闹啊 今天是上书房开放日嘛 当然人多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哦 嗯 你看柔柔她设计的衣服多漂亮啊 凤将军 有这样聪慧的女儿也该欣慰了 黄太后太夸奖了 柔柔远远比不上华大人的儿子啊 太阳能烧烤器 这个好厉害啊 刚才还见过啊 华伦 你这个做法可不可以烧鲍鱼啊 当然可以了 不过你的鲍鱼这么大 起码要烧半天 去 你真是聪明啊 华伦 你好棒啊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难得又是上书房的开放日 真的好热闹啊 皇上 今日除了是上书房的开放日之外 还是家长日 所以请各位家长跟子女一起领取成绩表 好 皇阿玛 我们快去拿吧 思思 你的成绩虽然进步了不少 不过睡过头而迟到的次数也很多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 皇阿玛 我就先不陪你了 武庄园 你阿爹和娘亲都没来吗 我的家乡离这里好远的 他们哪里有钱来皇宫啊 可你这个学期的成绩进步了不少 那不就没有人跟你分享了 最后剩你武庄园了 你这个学期成绩提高了 请你家长签收成绩表 我 我就是武庄园的太太太太婆 是不是很像啊 我是来拿成绩表的 你怎么呆头呆脑的呀 就是这一份了 婆婆 我年纪比你大都没你糊涂呢 思思格格真是的 思思 谢谢你这次能帮助我 那你以后就要听太太太婆的话啦 是 谢谢 花旗国亲善大使到 光商吉祥 我还真没有想到 原来花旗国的外交使节 是由女性来担任的 皇上 现在的西方国家正在兴起一种活动 活动选出来的人 就会担当外交使节 然后到其他的国家进行外交访问 既然我国身为大国 也应该有一位外交使节 去访问各国做外交访问呢 什么 皇宫有选举 是真的吗 真有这回事 这次真的世界大乱了 如果我能当选的话就好了 东姑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我叫你去买一条新鲜鱼 你买了没有啊 咸鱼 那我叫你买的和乐馅呢 在哪里啊 我要谢不是要邪呀 还要一只 整个皇宫的女子都失控了 有什么好得意的 让我们去我们还不稀罕呢 在什么想吃就吃嘛 不行 我要人人人 我要保持苗条身材 我要参加选举 我要参加选举 这一阶选举胜出的就是 新柔柔小姐 大家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快点鼓励一下 恭喜新柔柔小姐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请用此理 真是太过分了 皇太后一听到你们想着选举的事无心向学 有话要对大家说 你们知不知道实在太过分了 揉揉 是 是 怎么练习也不叫上我 我也想参加选举啊 怎么 怎么会 皇太后 太好了 皇太太也一起玩呢 皇上 皇太后也要参加选举啊 唉 真是烦哪 朕都还没有正式宣布选外交大使 宫里面就已经鸡飞狗跳了 看来还是不要选了 活该 没戏了 皇上 我们国家可是礼仪之邦啊 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似乎不太好吧 嗯 你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用选举来挑选外交大使好像 皇上 微臣觉得清善大使只要能够代表我们民族优点就可以了 啊 微臣有个提议不如由男性来担任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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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有指 清善大使要挑选男性担任 由皇宫中所有人投票 选出最后五强 哈 那就没好戏看咯 你以为啊 这次更出洋相 嗯 选清善大使 我可以用厨艺表现中国的文化 嘿嘿嘿嘿嘿 蘿蔔糕 你的蟹做好了没有啊 啊 啊 主蟹怎么变成主鞋了 啊 而且只有一只鞋啊 啊 蘿蔔糕我不是要一双鞋啊 啊 整个皇宫的男人都失控了 不知道参选有没有年龄限制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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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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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现在下课 今天有上过课吗 嗯 可能有机会的 选中我就好咯 哎 走了走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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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些男生 真的是比我们两个还要紧张呢 肥郡主 你不是说要保持苗条的身材吗 哦 今天也都说选男生了 我干嘛还要保持苗条身材啊 咦 武状元 嗯 你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做准备啊 不要开玩笑了 我哪里有资格参加啊 还是试试吧 嗯 我可以帮你设计猜算用的衣服啊 怎么样呢 算了 不会选到我的 还不如回去练功 哦 还算他有自知之谜 哼 怎么 我有哪里说错了吗 思思 你干什么呀 你又想干什么呀 思思 欢迎各位来宾 历临亲善大使选举新闻发布会 各位有任何意见 欢迎大家热烈提出 好 废话少说 有请我们大会司宜 就是我 王坤来主持大会 哈哈哈 王坤举行选举活动 而且是选男性 请问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能够为我们国家争光 想着都激动 这次选出的外交使节 会是一位有中国男性美德的人 那参赛者水准如何 参赛者是由皇宫所有人投票选出 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那快点叫参选者出来吧 第一位亲善外交使节参赛者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和蔼可亲的在下王坤了 感谢各位大臣拥戴我 支持我 你们上下一心团结的表现 令我非常感动 我一定不负大家所托 一早就猜到有他的份了 居然虚我 又是你 那我就关你机 这时候来跟我说没电 请问接下来是哪位 那第二位是 看一看 是上书房的花轮 我最讨厌小朋友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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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像样 是当日门啊 第三位是 玉林军的 蘑菇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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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位参赛者 肯定有宫女 帮她拉票吧 第四位是 金刀 英雄肝胆 是代表中国传统南京美德最理想的人 他是由谁投票的 不好意思 这票是朕投的 皇上一票等于民众百票 他去交流朕就可以耳根清静了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啊 那么最后一位入围者就是 呃 后辈武状元 百米发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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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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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两个同学们收你一票的 我 我好像不行吧 武状元 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 嗯 这个参赛者好像 好像是实力最弱的一个 你说呢 嗯 怎么呼吸到他呢 哇 皇兄 这段时间宫里又玩选举 又吃西餐 真是好好玩 我们的确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外国的文化 皇儿娘 刀叉您用的惯吗 啊 怎么夹不起来 皇儿娘 刀叉是要分开来用的 后辈武状元求见 参见皇上 武状元 见朕有什么事吗 嗯 我想 想退出是吗 哎 这个思思 明知你不愿意的 那你就退出吧 朕不会怪你的 嗯 皇上 我 我不是想退出啊 我只不过想问一下皇上 我可不可以去比赛场地练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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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过思思 我会尽全力的 希望皇上答应我 嗯 好吧 朕准你就是了 谢谢皇上 哈哈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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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想 黄儿娘 您吃什么啊 西方的东西不适合我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 传统 黄儿娘 朕想到了这次挑选的标准了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四 牛鼠回来了 哎 哈哈 你们觉不觉得我最近健壮了 啊 武状元 我们公平比赛 现在我教你男生的仪态 哈哈 武状元 你走路的样子好好笑啊 哈哈 我还要回去赶那件衣服给你 武状元 你好好练习啊 哎呀 走成这样 还不如练习你的强项呢 一 二 三 四 皇宫第一届清善大使选举 现在开始 各位皇宫里面的朋友 你们还记得我吗 今日的评判 是由皇太后及皇战担任 今日挑选的标准 是要表现中国男性的美德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号参赛者是 育前侍卫蘑菇 二号是上书房学生 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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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是大臣 王坤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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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是皇上天身侍卫神经刀 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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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五号是后背 武状元 武状元现在不是选猛男啊 好了 这么多位参赛者 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相信这一关 已经选出最高分的 好多位参赛者 尤其我们尊贵的评判给分 我们的游戴 接着是武术表演环节 武装员到你了 快拿出你的厂商来了 武装员加油啊 不好意思 因为这几天没吃东西 所以没力气啊 下一位是华伦 书 原来是表演私书啊 真是创意无间啊 这书是我的 你有没有搞错呀 没有断呀 难道神经刀今天失手 我神经刀怎么会失手呢 我今天表演的是刀法中的最高境界 这种刀法可以在转瞬间将力量转化在这把刀上 就不会误伤无辜了 保卫神经刀 保卫神经刀 接着是自选礼服环节 有请五位出场 展现他们对时装的触觉和品味 王大人这件衣服真是无话可说呀 还是先戴个墨镜吧 下一位出场的是五状女人 柔柔 怎么这次设计的服装这么普通啊 我以为展现中国男性的优良传统就做了副衣给她了 又到了最后的答问环节了 这次的问题全部都是一样 我想请问一下几位 中国男性的美德到底是什么呢 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权有势 有钱有脸 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可以成为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 我就认为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学识 要周游列国才能够开眼界 我想应该是努力向上吧 五状女你还没有回答 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娘亲跟阿爹思小就说 男人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 要有担当 答应别人的事要守信用 真是虚伪 好 好了 又到了计分的时刻了 咦 好像一键有分级 而且还很激烈呀 咦 又决定了 结果是 由于所有的参赛者现在的分数都是一样的 现在就用皇太后来亲自问最后一个问题 决定冠军的归属 我问你们老师回答 你们为什么参加比赛 做亲善大使可以宣扬中国男子的美德啊 我觉得是是因为可以代表宣扬中国男子的美德 提禀皇太后我的答案和他们一样 是啊我也同意他们的说法 武状元你呢你的答案是不是也一样啊 不是啊我只不过是大意思次要参加而已 所以我就 武状元真是个傻瓜 我已经有结果了 这次冠军就是欧背武状元白米饭 武状元好棒 你们不记得了吗 这一次的选举标准是选一个可以宣扬中国男性美德的人 投四位参赛者每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分数好平均只有武状元一直落后 不过最后的答问环节 武状元真正说中了男性的美德 就是要做好本分勇于担当还有守信用 那就变成了五个人都同分了 没错 皇阿娘小时候也是这么教真的 最后我亲自问你们 你们要老实回答 我可是吃盐多过你们吃米 你们四个全部都说假话掩饰 只有武状元讲出参赛的真正原因 所以武状元是冠军 太好了武状元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都说了你可以的 我们走吧 乖孙子 你这是做什么啊思思 听说皇阿玛跟大臣讨论 会选出一位我国的杰出男学生 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比赛 所以我的意思是想提米你 什么不是吧 各位有个好消息要公布啊 原来这次是选我国最杰出的女学生啊 所以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哇哈 哇哈 我喜欢淘气 快乐无敌 明天穿进行义 猜猜蜜语 做到难题 世界充满好奇 猴猴猴太阳 远远月亮青草地 世界很大好多美丽的惊喜 每天都有新的成长真丢去 开开心心没什么烦恼实情 习惯淘气 习惯淘气 快乐无敌 明天穿进行义 猜猜蜜语 做到难题 世界充满好奇